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再过几天就会开放等级70了 等级70以后就可以去打 讨伐副本里面等级最高的 70等破碎界域 虽然说我觉得到时候开放应该 只要8个人配合得好 不至于会太难打 但如果没有稳定团或者是工会团可以带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大佬可以带的话 有可能你在世界频道会看到 别人喊说 增意志器6.4以上 因为要达到评分4800就是要接近6.4 因为6.4的需求是49700 所以到时候有可能会喊至少要6.3或者是6.4 但现在如果是无课玩家的话大概都还是落在 6.1到6.2比较普遍 即使有些人会说GS不能代表真正的强度 但是GS越高 多少还是一个参考值 尤其是在大家都还不认识的情况下 你要一个玩家去相信另外一个玩家强度 GS还是一个 也就是战力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 好去判断的标准值 也就是今天主要就是想要再来 简合一下 目前游戏里面可以提升GS的所有项目 他们可以提升的幅度多少 以及这个提升需要花费我们多少的成本 那目前可以提升的部分总共有 武器 益智装备益智器还有等级 这五个项目 那等级不用管他因为等级反正大家都是跟着升 像3.3一级的情况下你只要正常的每天打 不需要特别去农怪物都可以稳定的升级 所以等级 大家都一样 这个我们就不探讨 再来的话就是益智器 益智器因为越高就可以有越多的增幅 所以理论上来说你本来就是GS越高才能拿到越多的 提升幅度 但是益智器的提升并不算是特别高 我今天如果从7.1提升到7.2我可以攻击力提高40 全抗提高24 生命值没变 暴击没变 提升这些的话我的GS会提高多少呢 我之前有自己测试过 攻击力一点其实连一GS都不到 那全抗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 大概都是两点左右才会提升一点 也就是我刚刚那些用下来了不起我的GS就加个20而已 所以益智器对你的GS总值提升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主要差别还是在于 我们中间提升的GS值 而不是益智器给你的加成 所以益智器的加成 虽然会有一些小差距但是 即使是科长跟 无科之间 大概也就是落在200到300的差距而已 那益智器的部分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影响最大的三个东西 武器、益智跟装备 装备最复杂所以我们最后再探讨 我们现在讲武器 武器的部分 只要是一样六星同等级 不管是清合武器 还是限定武器 他提供的GS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全部清合武器练到满以后 战力会比较低 因为就算科长他充满了限定武器六星了 你清合武器 随便一个双枪 一个兵弓 你升到满六星 拿到的GS还是完全一模一样 就算你是没办法把限定充满的玩家 你慢慢能把清合武器 有办法用到六星 你还是可以把GS骗上去 所以这个部分 影响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那等级的部分当然你只要努力的花体力去刷次元5 或者是三星星门 所以我现在体力都先拿去刷武器升阶材料 到时候70等的时候才不怕没有材料可以升 虽然武器在同等级同星等的时候提供的加成是相同的 但是在 你星等低跟星等高的时候 每一星提升的幅度是不太一样的 例如说像我的超电池双星是六星 我已经把一支全部拿掉了 接着 冰大剑是五星 我也把一支全部拿掉了 两把都是130等 也都是清合武器 但是这两把的GS差了870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两把 同样都是100等 然后 都是清合武器 一个一星一个二星 但是这两把的GS只差了 447 也就是在 一星升二星 跟五星升六星 他给你的GS是不一样的 五星升六星给的比较多 如果真的要骗GS的话 单一武器先升高 会比你身上装的三把武器 平均提升要来得多 武器的部分就这样子 再来是意志 意志的话 其实也不会太复杂 不管是限定意志 还是经合意志 我们以 克劳迪亚 正义星合 还有 梅利尔绝对能力 这两个是相同部位 相同等级 相同星等 你可以看到他提升的攻击力 以及生命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 限定意志跟经合意志 提供的 GS 也是完全一模一样 而且跟武器不一样的是 益智提升星等 给的GS 不会随着星等越高 给的越多 也就是一星升二星 二星升三星 他给的GS 全部都是 229 我这边可以直接 测给大家看 那我现在先装上零星的 我再换上一星的 提升了229 我再换上二星的 还是提升229 我再换上三星的 还是提升229 所以 他提升全部都是 一样的 今天如果一件武器 他四个部位 你全部都只是装零星的SSR意志 跟你全部装三星的SSR意志 相差的GS就是2748 如果三把武器 通通都是零星 跟三把武器通通都是三星 差别就是8244 听起来是很多没错 但这个其实是 维克 跟超大克 后面那个是超大克 因为你必须要三把武器 都是三星满意志 这个要超大克才做得到 我自己都还没做到这种程度 这样子的落差 其实也就8244 当然在游戏里面 这样子就是差了一阶段的GS 但是 你要论说 最后的强度的话 其实并不会 没有到全三星 你现在就玩不下去 像我自己本身 其实在克劳迪亚 益智全部都还零星的情况下 另外两边武器的益智 也都是零星跟一星而已 其实我的益智器 就已经有7.1了 那现在只是要拼7.2 中间间隔差距很大 所以我其实把益智三星全部补下去 我都还没办法到7.2 另外一个益智有影响的 就是套装能力 套装能力其实是有提升GS的 因为拆卸实在有点麻烦 所以我直接用口头讲的 就以我自己测试 套装能力 两件套跟四件套都有提升GS 但是两件套只提升大概50 然后你四件都装的话 大概总共是提升了110左右 也就是每一个套装能力才帮你加 50左右的GS 所以它对GS影响并不大 只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尽量硬的话 那就是有套装还是比没套装好 能力是怎样不重要 至少就是它会提高你的GS 益智的部分就到这里 那最后就是最麻烦的装备 因为装备我之前有一个地方有讲错 就是装备其实 它的属性是有随机的 而且随机幅度还蛮大的 只是我目前在好奇一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我也有点难去证实 就是究竟我们洗出来的属性上限 跟等级有没有关系 一举例来说我现在这个手套 跟这个鞋子 这个手套是大概60等时候洗出来的 这个鞋子是在68等时候洗出来的 大家看暴击的部分 这个鞋子的暴击是洗出两次暴击 但是这个手套暴击是洗出了三次暴击 这个随机幅度似乎有点太大了 我这个手套的暴击是超级超级低 平均下来三次都才加了大概800左右 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是 随机值固定 还是等级越高会洗出越高随机值 当然因为这个有点难测试 所以最保险方法就是 等级越高再去刷这个能力 那我现在就是先存精神 就都不换装备了 那洗能力的部分 当然鞋子跟手套 最理想就是能够暴击越多越好 像我这个手套就是三个暴击两个攻击 对来说我其实就觉得蛮满意 因为加在攻击上面我觉得也是OK 那鞋子的部分 虽然只有两个暴击一个攻击 有两次加在生命上 但是我之后还是要再重洗 所以就先这样子将就用 那剩下的部分的话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倾向能够 在攻击的会比较好 多个属性队伍每个属性都用一套装备实在是有点麻烦 那我自己会用红连刃本来就是因为比较懒 所以对我来说能够全部加在攻击上面反而是比较好 那像这顶头盔就很好 这顶头盔我是加了4的攻击再加上1的全抗 那虽然说雷电攻击我现在比较少用 但是反正还是会用到 而且他也没有在上面做征服 所以这顶头盔我自己 目前就是算是满满意的 那其他的话就是有混到一些 冰攻啊物理攻击 因为我现在主要就是冰加物理的混合 那就先将就使用 那这个装备进阶的部分 因为玩家努力的农 迟早都可以买 有课只是比较早买而已 无课你还是可以买 而且理论上来说现在大部分玩家有努力玩的话 应该差不多也都已经是全部五星了 所以这个不算是一个差距 就是大家看运气 能不能够洗出好属性 洗不出来就只能够继续努力 跟科金比较有关系的是在 强化的部分 因为强化我们需要拿到 强化模组跟进阶模组 而强化模组跟进阶模组的主要入手管道就是 旧日 科金以及 每周的商店更新就这样 商店更新每周可以给你40个强化模组加两个进阶模组 再来就是旧日的排名 我一开始没有都在第1名 大概都是维持在前10名左右的 进度所以 跟大科长大概都会差两个进阶模组 游戏到现在开两个月 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差10个左右的进阶模组 也就是一件装备的升级 我自己是觉得算还好 没有到非常大落差 那一件装备 可以影响的 GS有多少呢 其实不多 我们以 这里来看 我现在加25的时候 他会额外提升全抗24 全抗24大概就是给你提升个10级的GS而已 那每一次强化加1等的时候 他这个提升GS每提升一次就是给你40到44 当然累积上去是很多 因为你装备很多件 但这个你要额外变得比较强 就是之前的那些礼包 例如说像是虫洞的 墨金礼包啊 或者是之前商店有卖一些 有带有进阶模组的那些礼包 你要都有买才会有这个差别 单纯只靠 目前可以免费获得的管道的话 装备等级下 应该大部分都是在15左右 那每一件装备落差 我们算差10等好了 就是大概有400GS的差别 那总共有 8件装备 也就是大概3200 所以装备的部分在强化的话 无克或小克玩家 跟大克的差别可能就是差在那 3000到4000左右的GS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在强化大师 强化大师提升的幅度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他也不算很多啦 攻击提升68大概是提升 30到40GS左右 那全抗提升34也是大概10几GS 每一阶段提升GS大概也是给你200左右 那以现在大克跟 武克大概可能会差两阶段的情况下 强化大师大概就是差400的GS 那这个就是目前强化上额落差 那总结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每个部分都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到最后 就是呈现出现在 武克跟大克之间的差距 但以我们现在要达到门槛 70等4800来说 因为接下来在升的时候 意志跟 武器都可以再提升一次上限 那那些上限全部都搞定的话 大概可以再提升500到1000左右的GS 以现在大克其实都已经是6万以上的GS来算 刚刚那些全部加一加 武克玩家要补到 4万8 我觉得 是有一点辛苦没错 那当然因为毕竟我自己算是 在大家眼中算是比较大克玩家 所以讲这些 可能有人会觉得 有点像是风娘话 但不管怎样反正我自己本身玩游戏 我是属于喜欢带人的那些 我练墙也不是为了PK 那如果真的GS没办法达到的话 我相信愿意玩 幻塔这款游戏的大克 应该大部分都还是 会蛮乐意 带着 GS比他低 甚至不达标的玩家打 只要那些玩家愿意跟着一起打 带这些玩家也是可以满足这些大克的虚荣感 这就是双方双零 那无克玩家也可以玩得下去 大克也会玩得开心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最重要 还是找到盟友 一起玩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